下一會再幫我開啟那個雲端白板的第四個單元 第四個單元的話請各位開啟那個第四單元裡面的 哪一個 這個單元 製作圖表部分 OK 製作圖表部分的話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我們主要今天是希望做出 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基本上 做出來第一個這上面會有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怎麼取得 基本上你可以開啟一個空白的Excel 然後請你把雲端上面的這個資料 這邊有個表格 你把這個表格複製一下 選取之後Ctrl C 或按右鍵複製也可以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Excel裡面的B2儲存格 這個位置把它貼上Ctrl V就可以了 那就會有這個資料 OK那我們後面希望做出來的效果就是說 把這一個表格 讓他因為這個表格說真的你應該可以看得懂他的意思吧 分店 哪個分店 台北的分店 然後新北市的分店 那這邊有個銷售 銷售指的是銷售金額 他的業績 也許是 以K為單位吧 可能這個 430 也許是430K吧 就是他的營業額 可能是 他一個月的營業額是 430 等於是43萬 OK一個月 然後這個一個月的營業額是36萬 等等的 這個有一個銷售金額 但問題 一般習慣 但你會發現 如果你看一個報表 你會發現 這看起來好像 不夠直覺 所以現在蠻流行是什麼 把它變成視覺化 所謂視覺化就是變成圖就對了 因為你看圖當然會相對一定會比看什麼 看表格 數字來得更 易於了解 所以然後面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銷售量的 數字凸顯出來 哪一個到底哪一個多哪個少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做一個直條圖 那我們後面的話會希望 畫出一個直條圖 這個直條圖的話 我希望他能夠對齊哪裡呢 對齊之類 比如說對齊 把那個直條圖 放在也許這個地方吧 那這邊畫一個 大概300 寬度的話300 高度的話也許200 然後他的點也許在這邊 幫我畫一個圖在這裡 然後圓形圖的話呢 幫我畫在這邊 也就畫兩個圖啦 最後一個刪除 那這個圖怎麼畫 我們按這個按鈕 你會發現這個圖就畫出來了 有沒有 那就放在哪裡呢 剛好就放在這個 一二儲存格的 左上角這個位置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寬度大概就300 300個點 高度的話呢 就是200 200個點 那你會發現 你會馬上一目瞭然 本來這一個有沒有 圖的這個表格 看數字其實不好理解 但是呢如果說你今天呢 看 看柱狀你總會看得出來吧 哪個高哪個低吧 所以你會發現 由高到低的話 原來台北是最 銷售金額 業績最好的 然後其次才是新北 一直最差的話是新竹 OK 一目瞭然 但是呢 可能你老闆 假設說 可是問題我只是知道 知道這個數量 但是這個數量裡面沒有辦法 了解到 所謂的佔比 比如說百分之多少 假設這個 全部的 營業額 是100的話 那 誰佔比例是多跟少的話 那其實你用直條圖 相對的話 就沒有辦法 那麼的清楚 就是 表現出來 所以 如果說 假如說你今天要把那個佔比 把它顯示出來的話 那可能用另外一種圖會比較 容易了解 OK 來看一下就是那個 圓形圖部分 圓形圖部分的話呢就是 主要是凸顯它的比例 那當然如果全部Total是100 如果我今天希望 誰的比例高 誰的比例低的話 那也許我可以畫個圓形圖 不過畫圓形圖的話 我希望也一鍵按下去 自動把這個圓形圖給畫出來 那這個圓形圖的話呢 它的 寬度一樣是 300 那高度的話呢 一樣是200 就把它畫在這個地方 那有什麼差別 你會發現 上方都有個標題 這個上面都有個標題 另外的話 這個地方比例就很清楚 有沒有 一塊餅 那這個餅的話呢 比如說佔 23% 看得出來 那最高是23% 最低的話 就6% 其實相對的 兩個可以表現的面向 就不一樣的 雖然是 同樣用畫圖的方法 那最後當然 還有個地方 可能蠻特殊 你會發現 這個餅 裡面有一塊 這一塊有沒有 本來是在這裡的 可以把它拉出來 有沒有 那主要就是凸顯 業績最高的是哪 哪一個部分的分店 OK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做 今天第一個 我們是希望 透過這一個圖 這個表 我要怎麼畫出這兩個圖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怎麼把它寫成 這個 程式 用VBA把它變成按鈕 最後還有什麼呢 刪除這個圖 刪除怎麼刪呢 按下 兩個都不見了 OK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要做這幾件事情 等一下請各位第一個 先把這個 這個資料先貼到 B2的儲存格 接下來的話練習 幾件事 第一個 怎麼樣利用插入這邊 畫圖部分 你們可以看看 這個地方有所謂的直條圖 所以剛剛的直條圖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呢 還有所謂的圓形圖 圓形圖在這裡 有沒有所以 那兩個什麼分別做 所以請各位也許試試看 那直條圖第一個 你可以先選範圍 把這個表格選起來 你只要插入直條圖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結果就出來了 那如果你要把它放在 12這個儲存格這個位置 有沒有就OK了 那問題 我接下來是希望 把它寫成程式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練習什麼 一樣這個範圍 然後裡面的話 一樣插入圓形圖 但問題圓形圖 一樣 放的位置可能放在這邊 那 你會發現第一個 會出現狀況的地方 在哪裡 就上面沒有任何標籤 有沒有 所以這個上面如何產生標籤 剛剛我們看到的結果這邊 是會有這個什麼 上面這個標籤 比如台北 佔百分之多少 而且放外面 如果說你要產生的話 你特別注意 這邊有一個 在圖表工具裡面的設計 有一個叫 這個東西叫資料標籤 它叫外側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把那個 標籤給叫出來的話 記得是放在這個位置 裝點外側 放外面好了 我們把它放在這個 它的 圓形圖的外面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上面的數字 其實就是銷售的數字 但是我不是要上面銷售數字 我要的是什麼呢 分店的名稱 跟它的所佔的佔比 那所以你可以怎麼做呢 按右鍵 在上方按右鍵 資料標籤格式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值打勾取消 百分比跟類別打勾 這樣就OK了 本來是值嘛 把它這個兩個打勾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只是說呢 我們如果要把它變成程式啦 因為今天最後 我們要做三個按鈕 那可是問題三個按鈕怎麼產生 第一步的話請各位就是先到那個雲端上面找到第四個單元 那上面有一個 有一個檔案 叫做製作圖表 打開來 製作圖表裡面的話 你把它往下選動 大概就有個表格啦 這個表格你把它Ctrl C 然後Ctrl V貼到那個B2儲存格就好了 哪一個是製作圖表 如果沒有產生的話 如果沒看到的話你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在第四單元